我只是想要我的情感 我发现了事情之后 我每天我连出门我都不敢出 我出门我总觉得别人在笑我 她是第二次来 然后那时候她就说加了个微信 没聊过 因为我们做木族 可能也是希望留住客人 这期间就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聊聊天 开玩笑都是聊剪瓶子 剪废品都没有收过 这些什么开房所谓的东西都没有 当天在公司的时候和她朋友一起喝了一打 然后她说她要开车她不喝酒 然后到时候你喝醉我送你回去就好了 然后她就一直说她说 说这该喝多少就喝多少啊 要喝就喝啊喝完了 然后后来她朋友也受不了了喝多了 2点40来分钟了 然后她说安安安就出去 她就去吃宵夜 在我们公司旁边吃嘛 他们就下来就开着车 她说去别的地方吃嘛 到时候送我回来 她跑回就回去了 那时候我已经上头开始就很晕了嘛 后面在车上我不是就迷迷糊糊了嘛 去酒店我都以为是我到公司了 我问她为什么我在酒店里嘛 我说你要把我送回去 送回公司去我要回去了 她刚才强调过 她说你是想上厕所呀 她说她说我把你放下我就走了 她这样讲的 她这样讲的 然后我又有时间去推她 突然就断屁了我就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的9点来钟了 我醒来之后 因为我一个人宅 然后我就害怕急了 我说因为我身上已经没有衣服了嘛 她在那里有血 背套上也有血 也就是说你下体制有血 可能是来大一妈了 但是咽出来就是说 有严重的感染那个细菌 在很久之前的时候 谈恋爱的时候 也就是说发生了性关系的时候 就是除非是很大力 她才开始会刺激性地来大一妈的 对面开战 完美丶 不仅多语 是那些死亡的 一个人 你要是矿菌 我又是lers 这些死亡的 你要是真正的 你不要浅远 要是真正的 你很熟绝 他们两个师兄是认识的 这场所消费的单是买了的嘛 那我去房间里面的时候 他就转完账才干那些事的时候 转完账才给他总共给了两笔 这第二笔是在酒店给的 在菜上给了现金 这个消息就是两个钟 一千块钱是什么样的收费啊 现在别人还去关了 半个多月 别人是花了钱 花了有点缘啊 你既然答应给人家搂搂抱抱 而且愿意出去还收了钱 怎么怎么去理解这个钱 定义人家也是上了下一小的人 他也是给了婚姻 还有个一速度的娃里 你那个点你出去的时候是私自 这边公司急关了 他也是随下班私自出去的 他私自收的钱并没有告诉公司 他买单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出去是要买钟 他就说那只能走回来的时候几个钟就买几个钟 都没有说和客人去吃过什么宵夜 对这是无理要求 我们只是负责按脚而已 当时的钟也没有什么钟上 然后就想着反正也是同一个客人喝酒期间 他也没有说动手动脚应该人品不差嘛 然后而且他也承诺了 说你吃了就送你 把你送上来就了 不是迟掉是他们直接就把我踢出群了 就去年10月到11月份左右来 公司他们现在是都不签合同的 我发生了事情之后 我每天我连出门我都不敢出 我出门我总觉得别人在笑我 这个人好像没在这儿 对对对 这就是女子的 这有这个同号的马 还是女子的 然后具体缘由我就不清楚了